乐调梅花肉还是猪排 烤肉店家使用顶级的伊比利猪肉 但明年莱猪开放进口 因为不是国产猪 业者就怕业绩会受到影响 基本上我们会做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请厂商帮我们提供 他的产地证明布的那个标签 我们都一定会上去店铺里面做账贴 像这样卖着没有莱克多巴胺 进口猪肉的店家 还有知名店家红须章 他的红须烧肉便当立刻下架 也全都因为台湾猪标章 确定把非台湾猪肉类产品的商品下市 拥有台湾猪标章的胡须章 全店都使用台湾国产猪 偏偏这款红麴烧肉便当 使用西班牙猪肉 我们希望它已经不用你够在了甜甜 进口猪会让民众害怕 但农委会却要业者自己把来源查清楚 一万多家的这个台湾猪的标章 会在全部的清查一次 这个部分的查契会在1月1号以后 会更加大力道 台湾猪标章真的有公信力吗 从12月初张贴事半 民团就痛批这样的标示方法 不清不楚 对于使用进口非莱猪的店家 无疑是一种伤害 中间灰色地带的商家无所适从 这是目前这个制度的设计不良 来猪强行通关 让业者只能自律自我约束 但台湾猪标章 不是一就是二的分法 让让参替业者只有更加无奈 记者林英伟 曹招人 台北三博道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